剛講到這個缺水的問題 大家都很替中南部緊張 那現在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樣了 可是呢這個感覺上呢 辦其餘法會也不對 早井取水也不對 那這個水到底要哪裡來 而且政府有沒有人造雨 也有去試這個人造雨 那你怎麼看國民黨最近的這一些說法 要不然呢接下來缺電 難道那個叫這個執政黨 叫大家去鑿臂取光嗎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那另外呢就是 當然這個現在這個兩岸的局勢 現在看起來呢是有那麼一點的緊張啦 但是不是緊張到像這一些這個學者所說的 隨時有可能發生衝突啦 然後當然最重要還是國內這個團結 如何來對抗這個外敵啊 那你怎麼看現在的情況 過去這種恐嚇臺灣的言論 你經常會講 而且我發現很有規律 大概沒兩年就會出來 2016拉下臺灣 2018就把臺灣打下來 2020就解決台灣 那現在因為2020過去了 現在馬上就202224 又跑一個23 那不管如何 像這種恐嚇你也 像這種恐嚇言論 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多少實力的問題 對 因為兩岸的局勢是動態的 像我們可以看到齁 中國想要打臺灣的腳步 就像軍事準備 其實你看他那個國防預算那個天文數字 真的耶 5.8兆 這當然不是只有針對臺灣 針對臺灣不必花那麼多 對 他想當世界老大 那這個就是他對於周邊國家 對於這個世界的安全威脅 因為中國最近在 像他過去在東海南海展現的 他有權以後 他有力量以後 他並不是敦親目靈 你看他在南海 他打過越南 大家知道嗎 他對菲律賓開火 他把幾個島嬌給佔領了 然後他開始劃射進行區等等 所以對於大家來講的話 全世界的共識 中國是對於世界穩定的一個威脅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中國的國防預算再增加 那當然全世界就會去圍堵他 這個就是習近平 這個非常笨蛋的一個地方 中國最可怕的武器戰略 外交戰略就是鄧小平的韜光養晦 老二主義 這個很可怕 他把全世界都騙了 把全世界的錢都吸引去中國 那現在習近平這個時候 要爭做老大 那就會出問題了 例如 中國最近在開什麼 兩會 兩會 那中國這個兩會 對他來講 是一個政治大白白 就人大跟政協 實際上中國哪有什麼會 中國就是共產黨 哪有什麼共產黨 就是共產黨的核心 那核心是哪裡 就是那少數幾個人 對 政治局委員 中 他的中常委 就習近平他們七個人 所以呢 這個兩會啊 基本上是哪一個政治到拜拜 但中 兩會在開的時候 共產黨 過去都是神經衰弱 他就會開始營造那個 一片歌舞生平 對 這中國是多麼的美好 就很怕人家觸他眉頭 那這個是我們發現 這是國家 像那個美日印澳 他們要開始所謂四方會談 這四方會談 他們挑的時間 就是兩會結束後 哈哈哈哈 這是故意的 對 你故意的嘛 人家剛開完會 你就開始來四方會談 那有什麼好談的 當然就是針對中國 而且他這個 基本上他是一個象徵意義 他象徵意義 他這次搞得很大 他讓四國 就是美日印澳 都可能過去都是由 所謂外交部長 美國是國務卿嘛 他準備由國家領導 就總統 總理 而且聽說這次他們還主動說 我要出席 對 那對中國來講的話 我想 拜登這個信奧應該很清楚 因為拜登上來以後 很多人說他就逢川普必反 但實際上 拜登取消川普的做法 都是一些關於像移民啊 或者是民主黨主張的 所謂人權問題 但是 對於中國的政策 這個拜 這個拜登啊 可是延續下來 四方會談就最清楚了 對 因為川普 川普他任期最後 他快結束的時候 他也知道了 所以川普當時的心願就是 對中國打得更用力 對 所以他有一些對中國更積極 更強力的做法 這些都被拜登給繼續執行 我認為拜登給中國的信奧也很清楚 就是你不變我就不變 你一改變我可能改變 對 就是民主黨所謂比較有彈性是這樣子 你習近平如果改變你的做法 那我們美國可能就可以改變跟你談 但你不改變 我美國真的不可能改變 所以他 他這一點方面的話 抗中 現在變成美國 不只是兩黨共識 而且是民意壓力高漲 各位有發現嗎 這美國人想討論的國家 就是北韓 伊朗 那就是中國 那成幾何時 中國是美國認為全世界希望的土地 美國人大家 然後只希望讓中國經濟發展起來 那現在已經把中國當成 對於全世界安全威脅的 一個最可怕的原因了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要怎麼 台灣要選擇站在哪一邊 我們不是抗中 也就是說不是我們跟中國關係搞壞 我常要強調這一點 是中國跟全世界關係都搞壞 那台灣內部真的要把彼此當成仇人嗎 對台灣威脅最大的很清楚 是共產黨 你看共產黨去修那個軍用機場幹嘛 對 離台灣那麼近 對 幾千個飛彈 瞄準台灣做什麼用 所以 中國難道不是台灣的威脅嗎 將幾次接受國外媒體訪問說 中國是我們的威脅 幾個小時就改變說法 那兩黨其實不是仇人 陳以信送花給蘇貞昌 他其實是肯定防疫團隊 但是他為什麼要送花 陳以信他有說明 他一開始他有說明 他說他是因為他從美國回來 走過台灣的邊境防護管理 他嚇一跳他很肯定 他認為我們對於境外入境的 就是說進來的人 我們的防疫措施做的 他認為非常好 所以他去肯定防疫團隊 多少外國人也是這樣講啊 對啊 這全世界堅定的 他送個花其實 坦白講喔 國民黨主要制裁陳以信 好像國民黨考機會說 不知道為什麼法啦 對啊 所以社會上基本上更是認為 陳以信也沒怎麼樣 那個是同情陳以信 我本來想送花給陳以信 又怕害死他 哈哈哈哈 另外你剛提到那個水的問題 我跟大家講喔 大家很關心喔 現在台灣以前的主要的水 是因為這樣就是課題說白了嘛 這幾年因為全世界氣候的變遷 台灣的降雨非常不穩定 那政府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其實不分藍綠都注意到 剛剛有提到的 新竹那些水井是 馬政府時代就處理的 那至於拜拜 國民黨也很會拜嘛 哈哈哈哈 你一定會拜 對不對 以前國民黨政治人物 每個都每個喜歡 拜拜啦 算命啊 所以才會有一到兩兩 都有皇帝命嘛 哈哈哈哈 你如果有我 有才大家都皇帝命 這個民間信仰 民間信仰這個 這個其實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且學偉說有的時候 你真的要撫慰人心啊 你也不是說 你也不是說政府只有拜拜 什麼事情都不做 對 這幾乎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我認為喔 政黨精神的競爭不是這樣子 不過如果國民黨 記起手片金喔 就民進黨的角度來看 我就很好啊 對不對 你只把國民黨把自己搞 才跟人家討厭而已嘛 嗯哼